秦二世元年 陈胜吴广带领九百数族 在去渝阳束手边疆的途中 揭竿而起发动旗 史称大泽香旗 此次旗不仅沉重打击了秦朝统治 还拉开了秦末旗的序幕 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旗 那么在陈胜吴广这支队伍赶往渝阳的途中 究竟发生了什么 按照当时秦律的规定 骑兵造反是死罪 那又是什么原因 让他们冒着被砍头的风险 也要发动起义呢 西南政法大学秦涛博士 即将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秦王汉兴的法治规律第五集 揭竿而起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上一集我们讲到秦朝即将灭亡 而起义的火种就在大则香点燃 根据史记承设实家记载 在秦二世元年 也就是公元前二零九年的七月份 有一支九百人的队伍 从阳城出发 赶往帝国的边疆渝阳 但是呢连日来大鱼连绵不绝 行军非常困难 按照目前这个行军速度 可能很难按照规定的期限 赶到指定地点 这样一来 军中就开始人心惶惶 因为在这一支队伍中间 流传着一条情侣 叫做诗漆法接斩 如果迟到了 这支队伍从上到下 所有人都要判处 斩首的死刑 带领这支队伍的呢 有两名秦朝的军官 同时九百人里面 也推选两个队长 一个叫承盛 一个叫吴广 队伍走到大则乡的时候 承盛吴广两个人 就凑到一块琢磨 你说咱们现在怎么办呢 总不能够坐以待毙吧 你真的老老实实 赶到渝阳去受死 这不行 那要不逃跑吧 但是当逃兵 也是一个死罪 怎么办呢 最后两个人 就达成一个共识 我们当逃兵是个死罪 造反也是个死罪 那横竖都是一死 干脆我们就干一票大的 有一天呢 休息的时候 秦朝那两个带队的军官 你一杯我一杯 就开始喝小酒 都喝得醉醺醺的 吴广一看 机会来了 趁着那两个军官 脑子不清楚 故意走上去 对他们说 长官 我看咱们反正是 不可能暗期到达了 不如咱们干脆散伙吧 各自逃命得了 军官一听勃然大怒 你说什么 抽出鞭子就要来打吴广 吴广冲上去 要跟军官对打 军官一看就拔出宝剑 要杀吴广 吴广当时眼疾手快 一把抓住宝剑 夺过来 反手一剑 就把这个军官给杀了 承胜也冲上来帮忙 电光火石之间 两个军官就都给杀了 那九百个小兵都看啥一眼了 这眼哪出啊 那怎么好端端的 突然就杀人了呢 这变化也太快了 承胜一看群情一律 当场就发表了一个 激动人性的演说 他说 功等欲语 皆以失期 失期当斩 咱们遇到大禹 肯定是迟到了 迟到那就是杀头的死罪 借地令误斩 而数死者故十六期 就算不杀头 你赶到渝阳 束手边疆打仗 多半也是个死 且壮士不死即以 死即举大名耳 王侯将相 宁有整乎 大丈夫 不死则已 死就要死一个轰轰烈烈 王侯将相 难道是天生的吗 没有 事成之后 我们每个人 都可以列地封王 出将入相 成胜讲完以后 大伙群情激愤 成大哥说得对 战一票大的 轻史留名 手里面当时没有兵器 都已经被秦政府给没收了 那就随便找一根木头 削尖了就当兵器 揭杆而起 有了成胜吴广挑头 一时间天下豪杰 风起云涌 不可一世的大秦帝国 带着他那些精确严密的法律 就一起被埋葬在了历史的牲畜 根据史记陈舍世家记载 陈胜吴广之所以发动大则乡起义 是因为他们在前往余阳戍边的途中 被大羽所祖不能如期到达 而秦律规定 失期法接战 走投无路之下 他们只好选择起兵造反 那么秦朝法律真有这样规定吗 秦律中的时期到底该当何罪呢 西南政法大学秦涛博士将继续为您讲述 系列节目秦王汉兴的法治规律第五集 揭竿而起 往事月千年 一眨眼来到了公元1975年 这一年年底 湖北云梦县税湖地 有一位聪明 在修建水渠的时候 他发现星蛙的这个渠道里面 有一段青黑色的泥土 这种泥土呢 叫青膏泥 它的致密性比较高 比较防水 所以经常作为古代贵族的木土使用 这个聪明就判断 此处很有可能是一处古墓葬 聪明把这消息报上去 地方上非常重视 立刻阻止起一支考古队来 进行科学发掘 谁也没有料到 这一铲子下去 就挖出了正经世界的 云梦睡虎地景景 这个墓的主人呢 不是什么贵族 只是秦朝的一个基层小历 主要负责司法工作的 但是在这个墓主人 遗骸的周围 放满了竹简 经过清理 一共有一千一百五十五枚 睡虎地勤简的主要内容呢 都是战国晚期的秦国 以及秦始皇时代的法律文献 这样大规模出土秦汉时代的法律文书 在中国考古史上是第一次 睡虎地勤简当中呢 有一支简记录了一条兴律 所谓兴律就是关于蒸发摇曳的法律 这条法律的内容表明 承胜吴广起义 很有可能背后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现在我们就先一起来读一下 这条两千多年前的法条 欲中发争 罚服刑 所谓欲中呢 就是中央 中央征发摇曳 你不是迟不迟到的问题 你压根就没来 各位你猜一下 这秦法会怎么处置 有人可能咬牙切实说 杀满盟抽斩 命 咱们来看秦律 欲中发争 罚服刑 子二甲 罚你缴纳 两副铠甲 这个呢 大概相当于咱们今天刑法里面的罚经 不过今天罚经 交的是钱 秦朝的罚经呢 交的是物 压根不来 尚且只是罚经 那如果我迟到呢 罪不至死吧 清律规定 诗期三日到五日 碎 一个非常熟悉的词语就出来了 就是承圣吴广他们 诗期法接展的这个诗期 也就是迟到 怎么处罚呢 迟到三天到五天 要碎 所谓碎就是骂你 咱们今天法律上也有碎 又叫做训诫 法院对于那些 犯罪情节比较轻微 免于刑事处奉的人 可以用口头的方式 当庭公开谴责 所以承圣吴广 如果迟到个三到五天 你脸皮老一下 骂一顿 你就完了 那可能有人问 那这迟到三到五天 那如果我迟到一两天呢 我想这个应该是 法律允许的一个误差范围 咱们今天坐飞机 尚且有可能晚点 那秦朝人靠两条腿走路 走几百里 走几千里 那迟到一两天 应该是很正常的 无罪 那如果迟到五天以上呢 心律接下来说 六日到寻 滋一顿 一寻 就是十天 迟到六天以上 十天以内的 罚一块盾牌 过寻 资一甲 你如果迟到了十天以上 那就罚一副铠甲 那你说我如果迟到了二十天呢 那也是资一甲 我如果迟到一年呢 还是资一甲 只要你最终是来了 不是压根不来 压根不来 两副铠甲 你最终来了 虽然迟到 都是资一甲 你说我难道迟到十年 也只是资一甲吗 恭喜你 到这个时候呢 秦朝已经灭亡了 解放了 汉朝了 无罪释放 回家去吧 那按照这个法律 承胜吴广 岂不是罪重也就罚一甲 各位别着急 咱们继续往后读 后面还有惊喜 兴律说 其德也及一水雨除 意思说 如果你还在路上 正在往墨地地赶呢 秦朝政府突然间通知你 说我们这儿人手已经够了 你不用来了 回家去吧 那就除 免除此次摇曳 就地遣返 还有一种情况 叫一水雨 如果你遇到了大风大雨 这样的不可抗力 行径困难 也可以除 如果按照这条法律的话 承胜演讲的时候 所说的 公等欲语 皆已失期 法律后果 就不应该是失期法接斩 而是除 免除摇曳 就地遣返 关于承胜吴广起义的导火索 实际认为 是失期法接斩 这一法律规定 然而 根据1975年出图的 云梦睡虎地勤俭记载 当时勤律中 失期的种种法律后果 并没有如此严苛 最严厉的处罚 也仅仅是 法脚铠甲和盾牌 那么对于失期 睡虎地勤俭和史记 为什么会出现两种 截然不同的记载 史记中 失期法接斩 规定是从何而来的 陈胜吴广起义的真相 又是什么呢 西南政法大学 秦涛博士 将继续为您讲述 系列节目 秦王汉兴的法治规律 第五集 皆干而起 各位 历史从来不是天经地义的客观存在 历史一边在发生 一边就在流逝 你读到的每一本历史书 书上所写的白纸黑字 看上去仿佛是千真万确 不容置疑 实际上 这都是历史学者 记录 整理 取舍 创作的结果 对这些东西 你不应该 无条件地相信 而应该动用自己的头脑 进行思考 这个才是 读历史的乐趣所在 接下来 我就借用 大则相起义这个案例 邀请您来 一起体验 历史学者 思考的乐趣 怎么做呢 第一步 先要见读史料的情况 拿这两封史料 互相比较一下 看哪个更加靠谱 历史是关于时间的学问 我们就先看时间 睡虎地勤墓的墓主人 根据考古推测 死于公元前217年 比承胜吴广起义 要早了八年的时间 史记呢 创作于汉武帝晚期 比承胜吴广起义 晚了有一百多年 谁靠谱呢 应该说 咱们以常识常情来推断 从时间上看 睡虎地勤俭要进得多 差八年 但是呢 它是早了八年 不是晚了八年 所以不能够排除 这八年中间 修改过法律的可能性 再来看这两种史料的性质 睡虎地勤俭记录的是 秦朝的法律 属于官方文件 而史记呢 是汉朝的史书 属于一个私人的创作 睡虎地勤俭 更接近一手史料 最后再来看 史料和史事之间的 这个关联度 史记直接描写了 成胜吴广起义 它那个导火索 就是诗期法接斩 而睡虎地勤俭呢 它只说了 这个诗期的种种法律后果 至于成胜吴广诗期 到底该当何罪 这个是刚才我们自己 推导出来的 睡虎地勤俭本身 没有也不可能 回答这个问题 好 鉴定完史料情况以后 咱们进入第二步 提出假设 面对互相矛盾的史料 我们最好能够提出一种假设 这个假设 可以完美地解释 这个矛盾 各位 请动一下脑筋 您认为 为什么睡虎地勤俭 和史记的记载 完全不一样呢 您能够想到 几种可能性吗 第一种可能 法律改过了 睡虎地勤俭 是秦始皇 三十年之前的法律 而成胜吴广起义 发生在秦二世元年 那很有可能 这八年中间 秦二世已经把 秦始皇的法律 给他改了 加重了 原来无罪 或者罚金 现在改成了 失期法皆斩 史记李斯列传记来 秦二世刚刚即位的时候 就曾经听赵高的话 更为法律 修改了一部分的法律 但是呢 这次修改法律 主要针对的是 秦朝的贵族和大臣 尤其是为了杀死 秦二世的兄弟姐妹 以免有人威胁他的皇位 应该不会去改新律 2013年 湖南一阳兔子山 出土了一份 秦二世登基时 下发的诏书 内容主要是 宽免刑罚 讨好老百姓呢 这个就是一个佐证 第二种可能 当事人 曲解法律 秦朝的法律 非常多 而当事人的 识字率 非常低 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 法律普及 效果如何 法律传播 能够让多少人知道 又有多少人 可以准确地理解 失期的法律后果 这些我想都要打上 一个大大的问号 承胜吴广和九百个数族 很有可能都是法盲 并不清楚 失期是什么罪 我想这支队伍中间 很有可能只有那两个 秦朝的军官是懂法的 但是他们可能会在 传播法律的过程当中 故意夸大其词 增强法律的威慑力 打个比方 承胜吴广一看 老下雨 估计无法按时到达了 那就去问那两个 领头的军官 长官 咱们这可能又迟到了呀 这迟到了 大概是个什么罪呀 军官明知道 迟到可能就是罚金 或者无罪 迟到多少天 对应不同的罚金档次 但是呢 我要真这么给你解释 一款一款给你普罚 那大伙就更不愿意赶路了 所以可能就吓唬他们两个 失期法接斩 迟到了就得死 赶紧赶路 少废话 揣之常情 这个是有可能的 第三种可能性 后来人虚构历史 汉朝建立的正当性 来自于反抗暴情 如果秦朝不残暴 那你承胜吴广 刘邦项羽 你好好的 起什么意义呢 那正当性就消失了 正当性一消失 起义就变成了造反 革命者就变成了野心家 所以承胜吴广起义 按照汉朝人的叙事 必须是因为 情法严酷 在这样一个叙事 目的的驱使之下 失期的法律后果 也就变成了法接战 至于情侣中间 失期到底该当何罪 也就没什么人关心了 那以上提出了 三种可能性 哪一种才是最终的真相呢 应该说 在没有更强的证据之前 都有可能 不过 最近法律史学者 庄小霞提示了一条新的证据 为我们呈现出一种新的可能性 让我们从一个故事说起 在战国时代 燕国和晋国联合起来进攻齐国 燕子就给齐景公推荐了一个新人 叫田壤居 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军事家 齐景公呢 就把壤居叫过来面世 这燕居果然谈兵论战 说的是头头是道 是一个军事奇才 齐景公当场任命燕居为将军 把军队交给了他 燕居就提出一个顾虑 他说我呢 是一个新人 我出身卑微 人为言轻 您冷不定把我提拔到 这么高的一个位置上 又让我带领这么多的军队 我恐怕我自己不能服众 所以得麻烦您 派个人给我当监军 齐景公就问他 那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然居说 最好呢 这个人得是您面前的大红人 有威望 受人尊重那种 齐景公说这好啊 我手下有一个叫庄甲 此人正好符合你的全部要求 那就干脆让他给你当监军吧 阳居奉命 回头就找来了庄甲 说庄大人 咱们的军队明天出发 我跟您约个时间吧 咱们明天中午十二点 在军盟相会不见不散 庄甲说这没问题 那明天见吧 第二天一早 阳居赶到军盟 立表下露戴甲 表和露是古代两种计时工具 阳居准备好两种计时器 算着时间 专门等庄甲来 一直等到傍晚四五点 庄甲这才最熏熏的 姗姗来迟 这不好意思 我亲戚朋友送刑 应酬太多了 难免就多喝两杯 来完了 不好意思 阳居问军队的执法官 军法 欺而后制者云合 按照军法 约定了时间 却迟到的 该当何罪 执法官的回答也非常干脆 当斩 死罪应当斩首 到这个时候 庄甲才明白 军令不是儿戏 这个天壤居 居然真想要自己的命 赶紧派手下 找齐警公求救 但是晚了 在这个故事里面 史书明确记载 军法七儿后制者当斩 按照军队的法律 迟到就是死罪 和承胜吴广所说的 诗期当斩 是一样的 这样的例子 我们仔细去读一下 史书中比比皆是 为什么会这么严厉呢 迟到为什么是死罪呢 因为这里的诗期当斩 不是一般的法律 而是军法 军队有军队的特殊规则 无论古军中外 军队的法律 都不同于一般的法律 承胜吴广等九百人 他们的身份是数族 他们去御阳 束手边疆 适用的应该就是军法 所以史记的记载 应该是准确的 税虎地请柬 关于诗期的规定 应该是一般的法律 所以也许并不构成 对史记承设世家的颠覆 事情到这里还没有结束 在这个研究的基础上 我们可以再追问一句 那这支军队迟到 按照军法 哪些人要斩首呢 是九百人全军斩首呢 还是只杀几个主要负责人 杀几井猴呢 一般来讲 法不则重 这么多人一块处死 这个是不可思议的 不敬人情的 这样做不仅会造成 巨大的兵源损失 也会把帝国的军队 成建制的逼上梁山 所以我觉得 从史记的叙事来看 真正失期当展的 很有可能只是四个人 两个是秦朝的军官 还有两个 就是陈胜吴广 这两名囤长 只不过 那两名军官是老秦人 他们经历过 商鞅变法以来 一百多年 法律文化的熏陶 养成了非常强的 法律观念 所以仍然抱着侥幸心理 催着大伙赶路 希望能够及时赶到 免除处罚 而陈胜吴广是新秦人 也就是原来山东六国的人 他们对于秦法 对于秦朝的统治 本来就抱有抵触心理 再加上 他们原来是老百姓 对于军法的严厉 难以像职业军人那样去理解 所以就选择另一条 更加冒险的道路 正必一呼 煽动群众 揭杆而起 点燃了 秦末大起义的 熊熊烈火 承胜吴广起义 最终遭到了镇压 但是 有他们两个人 开了这个头 六国的旧贵族 天下的英雄豪杰 随之风起云涌 经过几年的混战 刘邦在秦末群雄之中 最终胜出 建立了汉朝 刘邦以一介不一 竟然能够扫灭群雄 夺取天下 他的秘诀 究竟是什么呢 咱们下一集再讲 谢谢大家 公元前202年 刘邦以若胜强 战胜的项目 最终夺取天下 刘邦作为一介不一 他是凭借什么 在秦末群雄中最终胜 西南政法大学秦涛博士 下期为您讲述 系列节目 秦王汉兴的法治规律 第六题 约法三章 遇到一段时间 伍法师 感谢观看